冠廷在我們劇裡面飾演家豪這個角色 那他其實是整個劇裡面蠻吃重的一個角色 他從劇剛開始的時候 作為一個剛進入警戒的菜鳥 到中後段要慢慢的變化 那我覺得這角色其實本身就蠻吸引人的 我也還在抓像這種比較類型的題材 你怎麼去鋪陳這個角色 因為你也不希望一開始就很有事的在扮演這個角色 那要怎麼樣達到那個平衡我還在抓 因為其實我覺得蠻難的 就是他可以是陽光但是他應該會有一些 一些陰影的部分應該也是很多 那怎麼樣這個角色拿呢 你就不願意相信我嗎 就算是陽光 有些人的角色 也不應該是陰影 你也不應該是陰影 那些人的角色 也不應該是陰影 那些人的角色 也不應該是陰影 那些人的角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